各位弟兄姊妹 你們好 感謝天父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修補婚姻和家庭 裡面的內容有一部分都在《輕鬆得勝》這本書裡面 講到如何建立婚姻和修補 修補就是說本身已經有些問題 我們如何去建立 我們當中我相信一定有相當的已經結婚 但也有人說我沒有結婚和我無關 我也想說那些原則都可以應用在我們所有人際關係上 我們和人的相處有什麼事情需要修補 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好 首先我們就 首先明白一下家庭中有些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就是人的問題 就是有人就有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男女的分別 左手哪是男 右哪是女 大家看到上課的圖 看到這裡 一群男的比較多些去攝影 或者女的都有 不過比較多些男的去 而第二幅圖就是下棋 大家發現很多在公園下棋 多數是男性的 而右邊就是女性 大家看到媽媽抱著一個寶寶 女性看到嬰兒是很開心的 男性看到嬰兒說 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這麼開心呢 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然後另外第二個圖就是 她喜歡一家人一起開心 一起有相處的時間 這個就是女性很看重的 好 下面就形容一些最重要的分別 就是男性投入在喜歡的活動 就是她喜歡做的事情 她看電視 打球 去攝影 下棋 或者做什麼 她想做的 或者她的事業 她想做的 她人生中最重要的 而女性通常比較投入在家庭關係 這些不是絕對的 就是她比較著重關係的 就算她有一份很高的職位 她都會覺得她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男性就會當她有一份很重要的職位 又很忙的時候 她會忘記家庭的 男性不喜歡講感受 你問她講感受 她覺得太個人性 不想講 但是女性呢 有感受是不痛不快 形容就好像壓力鍋 如果她裡面藏了一些不開心 你不讓她講 好像壓力鍋要爆炸了 這樣的 男性通常需要學習才懂得去愛 我不是說男性沒有愛 不過是比較難些 去關心人 是比較難些 建立關係也是她要學回來的 但是女性呢 她那個天性呢 她是會譬如照顧小朋友 她會關心人受苦 比較多些的 她付出愛也想得到愛 所以很多時候的兒女都是說 媽媽真的關心很多 媽媽記得她的問題 媽媽記得她有什麼 要考試 有病 媽媽記得的 爸爸呢 甚至有些嚴重的 她連兒子讀什麼書都不知道 她幾歲也不知道 因為她在生命裡面 不是自然地去愛 這個要學回來的 所以寶羅提醒基督徒 男性呢 你記得要愛 女性呢 因為她太負責任 變得很容易就會 控制整個家 所以 寶羅提醒女性的學習 順福 好了 下面呢 就是說 男性容易忘記家庭的責任 她是不記得了的 而女性呢 對家庭的責任當然是很強的 有時強起來 變成她要控制了 就是她丈夫 和子女 不聽話的時候 她就會很猛 很急 男性就說 就是 不想太過面對 她覺得太過重責任 男性很怕聽到啰嗦 所以 如果想男性改變 不用一定要啰嗦 那你說你不啰嗦 她就不聽 其實她聽到 那你 叫她 叫了她 讓她知道 你跟她說話 然後你說出 我們怎樣處理 去詢問 的時候 她會比較容易接受到的 因為女性呢 就會比較容易啰嗦 因為她覺得 她要負責任 所以她就會很想 那件事能夠解決 好了 人對家人的一些傷害 是甚麼傷害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無理取鬧 不溝通 忽略人 即是不理家人 情緒化 和啰嗦 和離婚 這些都是家庭裡容易有的問題 其實 有人就有問題 哪裏都是 有人呢 人就有問題 而人很多時候 就是呢 不開心的自然 反而是跟從罪性情 不開心 跟著就吵架 跟著就會 說一些傷害說話 跟著可能會打架 或者是離開 大家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就是由 初頭沒那麼差 越變越差 左手邊 沒有關愛對方 當沒有關心對方 沒有興趣溝通 這裏講到婚姻問題的中間 婚姻問題變差 沒有興趣溝通 跟著就會批評 啰嗦 啰嗦之後 右邊就變成 會吵架 會厭煩 會逃避責任 逃避責任的時候 慢慢她看到有外遇 有個女性 她說 外面那個女性 她說 很開心見到我 因為大家沒有相處 很開心見到我 那就覺得 開心一點 那個更開心 你那時候 未結婚就很好 不過現在結婚就很煩 開始有個傾向想離婚 這個 的確是很多婚姻的問題 所以 當 男性知道這個危機 男性又學習 尊重我的婚姻 因為這個就是保守我自己 愛我太太 我太太對我好的時候 我一生都蒙福的 譬如我跟我太太的關係好 她對於我的事逢 對於我的健康 對於我所做的一切 她都很有興趣 很有關心 對於我是很大的幫助 而女性也知道 男性 你多餓她 她反而越餓越走 好像 有人說 阿斌叫狗 越叫越走 你越餓她 越走 所以 記得 跟她有理性的溝通 而不是去掌握她 好了 第二方面 親子關係變差 當 這個 惡性循環 第一就是 首先 很多小孩子被世界影響 手機 周圍的人那些說話 電視節目 都是很多負面的 好了 而親子沒有好的溝通 有很多父母都不懂得溝通 她懂得溝通是什麼呢 你乖 聽話 你要記住做功課 要不然你只做乞丐 就懂這種溝通 這種溝通是批判 吩咐 指責 是相反作用的 我希望大家記住這件事 譬如你被 我們都被人罵過的 你罵完是不是更加想聽話 有時會被迫 但是呢 其實是會有相反效果 有很多人不知道 溝通是需要聆聽 回應關心她的事 她才會和你建立一個深的感情 好了 接著呢 孩子 這個父母就 跟孩子對馬 沒有溝通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些不喜歡就對馬 接著小孩子更加反叛 有關係對立 對立之後呢 小孩子就學壞了 因為他覺得 父母都不疼我 我學壞什麼所謂 接著離家出走 或者其他的後果 這個都是很多 現在這個時代 是真的很難 教養子女 真的很難很難 我看到 我都承認真的很難 為什麼呢 他喜歡手機的程度 你真的沒辦法去影響他 這個是非常困難 接著這兩樣 夫妻關係 婚姻關係 和親子關係 影響整個人 第一 關係困難 家庭和經濟更加困難 因為當家人不開心的時候 自然的家庭關係不好 更加容易影響經濟 因為大家都沒有心機 做工做得好 子女有很多問題 結果 家庭有問題 子女就多些問題 家庭溫馨 子女的問題就少些 家庭越吵架 子女越不聽話 情緒越差 溝通越難 大家一說話就爆炸 一說話就吵架 對抗的時候 後果是越來越困難 大家容易有情緒病 其實很多人都容易有情緒病 天天都會 差不多天天都會不開心 如果有這個情況 是一個危機 如果大家有這個情況 我希望你求助 劉牧師和我都可以對你有幫助 如果你發覺你天天都會不開心 這個是需要處理的 到後來沒有能力處理 有些人都不知道怎樣做 崩潰 最後崩潰 原來家庭問題 子女問題 夫妻問題 是會影響整個人崩潰 亦都影響他屬靈的生命 我們知道這件事 不是一種獨立的東西 是一個整體的 所以我們無論是弟兄還是姐妹 我們珍惜我們的婚姻 就知道 我們珍惜婚姻是整個人得福 不珍惜婚姻 整個人崩潰 首先就是神很想醫治我們的生命 神是想祝福我們 神是想我們婚姻這樣的 而現在這個世代 太多基督徒的婚姻都有問題 家庭有問題 所以被魔鬼留地步 於是魔鬼進來入侵 就是透過家庭的問題入侵 在基督徒裡面 首先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我希望大家深信神真的可以醫治我們的 以賽書六十一章一節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老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然後第二節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第三節 喜樂猶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在這裡講到神的聖靈在我們身上 這個經文實在應用在以賽亞 然後耶穌說這個經文 今天應用在耶穌身上 今天也應用在所有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的人 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叫我們去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去傳福音 耶穌說聖靈降臨在你身上 你就必得著能力 從耶路撒冷到地 作祂的見證 我們需要聖靈的同在 越多親近神才有能力 傳福音不是一個理性的活動 是一個屬靈的活動 我們需要有神的同在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不僅是傳福音 是醫好傷心的人 也就是說 耶穌來不僅是救人的靈魂 是救人整個生命 所以在身約耶穌都是說 凡怒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內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這是第一個層次的安息 當我們信主 然後跟著呢 當我們肯扶耶穌 握學耶穌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心在原文是靈魂 靈魂就會有更深層的安息 所以耶穌說的道理就是 我不是僅是救你的靈魂 我是醫好你整個人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 不是信耶穌只是上天堂的 而是現在你有俘虜 我們需要給耶穌醫治 我希望大家都會打開個心 當你有煩惱的時候 每日來到親近神 你回去讚美神 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一路深信 主耶穌愛我 一路深信去親近神 你會發現 你的心靈裡面會得到安慰 這是我們需要學習 耶穌是來醫好我們 因為醫好的人才會有喜樂力量 不醫好怎麼會有喜樂力量呢 天天都很煩 天天都很沉 不會有力量的 所以生命的改變 天天給神醫好 就會跟人說 我信了耶穌 親人耶穌真的整個人都起落了 那些人就會有動力信耶穌 所以基督徒首先是醫好我們的心靈 所以家庭有問題需要醫好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有些基督徒 他們經常都很苦惱 因為家庭有問題 很多人家庭都會有問題 他家庭的問題他就苦惱 苦惱的時候根本沒有力量 他不單止是不存歡 因為他給人一個負面的信息 負面的信息是什麼呢 耶穌都幫不了他 這是一個負面的信息 但當我們時時有耶穌的時候 真的被耶穌改變 我們整個生命就會被神醫治 整個生命醫好傷心的人 地老的得釋放 我們不是被人抓了去坐牢 而是很多人被情緒抓了去 被家庭問題抓了去 耶穌可以釋放我們 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你的心靈裡面悲哀的 可以安慰 和喜樂 你是不是喜樂的人呢 當你看世界 看人的問題是會不開心 但是當我們看神的恩典 耶穌幫緊我 多謝天父 我們親近神 即日起落 多謝天父 耶穌幫緊我 這樣我們就可以活在喜樂之中 讚美衣代替 憂傷之靈 當我們時讚美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得到力量了 當我們明白這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說 我首先需要耶穌幫助我 而一定第一 必然是需要耶穌救我們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致給他們 他一切信他的 不致滅亡犯得永生 我們要知道信 是有兩個意思的 第一就是信靠耶穌 信靠耶穌 讓耶穌做救主 第二 是信任耶穌 信任祂 我整個生命信任祂 我和祂有一個trust 信靠的信任的關係 我將整個生命交託在祂手中 所以聖經裡面說 我們信耶穌不是只信的 是背了十字的跟耶穌 是放下世界 讓耶穌做主做王 讓耶穌做主的人 一路跟從耶穌 如果有人說信耶穌 但根本沒有跟從耶穌 是得不到永生的 不是說 怎樣信法都得永生 不是的 而是他真的跟神有關係 他會回應神的感動 他會聽耶穌說 他會親近耶穌 遵從神 也會榮耀神 即是侍奉神 榮耀神的時候 他會得到永生 希望大家都清楚得到永生 是信靠耶穌做救主 也都信任耶穌 將整個生命交託給神 也都聽耶穌的話 讓耶穌做我們的主宰 聖經也都很清楚說 我們親近神 必定有力量 有喜樂 有平安 有舒服 詩篇十六篇第八節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為神是一位平安的神 我們看到聖經裡面說到 耶路撒冷這個名字 是甚麼意思呢 Yeru Shalem 這個是希伯來文 Yeru就是City 城市 Shalem就是Shalom 那個字 而講到 麥基世德是甚麼 是撒冷王 是甚麼呢 Shalom 這個是一個平安王 耶穌是一個平安王 是一個叫我們有平安的神 祂是很平安的 雖然祂有很多事做 耶穌要做的事實際 是多到無可限量的 即是完全沒有 即是多到 我們想都想不到 每一個人都做這麽多事 那麽多個人 包括他的鳥仔 昆蟲 他全部都照顧的 那怎麽做到這麽多事呢 那整個宇宙 但是神就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做得來 他又不急躁 他又很平安的 所以我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恩太在我右邊 我就不至於搖動 被人影響了 家庭有沒有搖動你呢 如果有 你需要耶穌的醫治 因此我的心就寬起了 從裏面寬起出來 那你就算世界倒了也不怕 我有想過有一天 可能被迫白 捉了去坐牢 可能會被人折磨 可能被人殺死 但是我的心 我選擇 我心裏面現在選擇 雖然到時候我知道有困難 但是我知道神會加力給我的 我會怎樣呢 就算我坐牢或者被人打 我在我的心裏面 因為我學習到靈的討告 我隨時感受到神的力量 這個是我希望大家多些去親近神 你就會學到靈的討告 心靈誠實勁派 整個心靈愛慕神 你一站住就有力了 大衛都說我的心就歡喜 我的靈快樂 就是他經歷到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經歷到這件事 心靈快樂 整個人都開心了 就先被人罵完 一轉身讚美蛇蘇 哈利尼亞 哈利尼亞 那些喜樂就湧流了 這個是需要學習的 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 我都帶大家去親近神 我想大家學到 放鬆自己 不要想太多煩惱 想著耶穌 專注在耶穌的愛 你更加容易得到平安 接著下一句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個告訴我們 耶穌不只是幫我們的靈魂 也不只是幫我們的內心世界 才說到醫好傷心的人 耶穌亦是幫我們的身體 有些人說信耶穌幫我們身體嗎 我問大家 身體是哪裡來的呢 是神做的 如果神做的 神也想身體好 是嗎 譬如摩西 他到120歲 他都沒有衰弱 眼睛沒有分花 這就是神同在帶來的祝福 越有神同在 你就越健康 我都告訴大家 其實我快要69歲了 快要 快要七十大壽 過多年紀 但是 那些人說 劉牧師 當他聽到說我會來 我開車來 他在想 不知道我用不著附兒牧師下車 哈哈 他看到我 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 神真的可以叫人健康 有力量 充滿力量 這裏說 肉身安然居住 整個人舒服的 你親近神 整個人 很輕鬆 很像天堂那樣的 輕飄飄的 如果你嘗試站在這裏 讚美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那 我也應該傳過 祈禱錄音給你們 是不是 有沒有傳過 你可以跟著他們祈禱 在群組裡有傳過 如果你想 你告訴我 加入群組 我就傳給你 你在家裡播 一邊站著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 愛我 主耶穌 愛我 哈哈 你的心靈就寬起 你的肉身都安然居住 那你有什麼困難都好 你也有力量 我曾經試過被人傷害 我就想 我曾經想過 就算我被人逼迫 被人打 我都靠主喜樂 現在那個人都不是打我 我為什麼會被他影響 我就說 都未到打 就算打我都可以靠主喜樂 好了 另一件事很重要 首先不給他影響 然後先去影響他 不給負面的家人影響 有些家人 他真的負面就是負面 他經常都是負面 都很難改變 不是說耶穌不改變 是他不肯給耶穌改變 所以首先不要給他影響 這樣 我要明白 人心比賣物都鬼詐壞 到極處碎囊 釋透 人的心 就是很多奸惡 邪惡 污衛 自我自私 傷害人的心 是充滿的 右邊這裡寫著 罪人不會停止犯罪 或令人煩的 罪人是不會停止犯罪 亦都不會停止令人很煩的 他們的本性就是令人很煩 所以當你和一個人不肯悔改在一起 他是一生都會令你煩 所以那個方法只能夠是turn off 識了他 就不是和他鬥鬧 你和他鬥鬧你就越煩 我們是識了他 不給他影響 人的負面說話只停留在空氣半秒都不夠 但有些人經常想多久 幾日幾年幾年 一生人都想 我們可以選擇不介意放手 不要揹著他的問題 他是罪人 我們也是罪人 當我們是主赦免和改過的罪人 但他不肯悔改的時候 或者說耶穌達不肯改的時候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揹著他的問題 所以我們學千天清理垃圾 所有的傷害被人罵 閒話控訴 失敗感 這些是自己發出來的 哎呦很失敗 遺棄感被人遺棄 憂傷 怒氣 不饒恕 都要清理 不要說他那麼壞 我要生氣他 我生氣他我自己就中毒 我們不要中毒 是不是 我們不要中毒 他不好是他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中毒 然後怎樣用愛去改變難改變的人呢 下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怎樣改變人 首先就是愛心能夠融化人的心 是只有愛心 上一次我來的時候曾經播過蘇玉雄的見證 他的爸爸呢 如果大家記得 哇 真的 煮好飯可以翻桌 那些送全部翻桌 那他就會 偷家的錢 做很多不好的事情 只是跟那些女兒說 就是 我將來殺死你們 就是做這些事情 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呢 蘇玉雄被耶穌改變之後 他就 首先呢 就是他罵他的時候 他就 不反駁 他就一直去感謝神 他就一直去感謝神 他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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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後來用一個更加 就是進步的方法 後來他說 爸爸你是不是有很多不開心 所以你經常都罵我們 然後再下一次 他就去跟他按摩 他罵他 哎呀不用發怒的 不用那麼激氣的 這個呢就是他的進步 愛心呢 就會融化人的 他幾乾硬都好 你真是真心對他好 你真是見到他會笑 你又笑不出 你又祈禱耶穌叫我笑得出 他都有他的好的地方 多謝天父 然後呢 你對他有愛心 特意買些東西送給他 讓他開心一下 慢慢呢 他會改變的 這就是愛心能夠改變人 而我們怎樣有愛心呢 就一定是由基督的愛那裏來的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四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因我們想一人忌替眾人死 眾人就都死了 即是耶穌的愛激勵我們 讓我們去 大家看這個圖 第一幅就是耶穌為我死 接著呢 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 然後呢 被耶穌醫治 也都去醫治別人 就是被耶穌激勵 我要將生命獻上 給神使用 好像我現在 哇 我真的很多事情想做 我最近呢 我上網 如果大家懂英文呢 我在網上我的Facebook 周時有中文 也都有英文的直播 因為我幫助一些非洲 和不同國家的人 他們怎樣訓練他們 侍奉神 這就是我覺得太多事情要做 我又想寫 跟著還有幾本書我想寫的 我真的 那些時間呢 是不斷 我都是 怎樣去更加 為主做更多 我是很想 因為神的愛激勵 不是覺得 我要做 我是 不是為了此 又不是為了什麼原因 只是為了神那麼好 神那麼愛我 所以我去做 也都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去恩待人 恩待他呢 他會改變 所以六章35節說 你們都要愛仇敵 也要善待他們 並要借給人 不只望常還 你們一賞賜就必大了 你們也必作 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他恩待那 亡恩的 和作惡的 當他不好 我們就愛他 善待他 借給人 不只望常還 這句話呢 就不是意思 那些賭債 那些賭仔 你不斷借給他 每次賭完 你又借給他 如果有人真的需要的仇 你就借給他 我在網上聽到一個見證非常特別 有一個人 他曾經死過 他聽過耶穌 他死過的時候 耶穌跟他講話 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自己覺得神是生氣他 耶穌問他 你是不是覺得我生氣你 耶穌說我不是生氣你 我只是對你失望 但我一直愛你 耶穌就給你看 我多次幫你 那怎樣幫他呢 原來他出生的時候 未生出來 即未生出來的時候 在生的過程 他媽媽已經出血 出血的時候 醫生就跟他媽媽說 他說我只能夠救你 或者救孩子 救誰 媽媽說你救孩子 然後他問爸爸 我救媽媽還是救孩子 爸爸說 我未知他是誰 但我太太知道是誰 我要你救太太 醫生很難 也不知救誰 耶穌告訴他 我當時在這裡 立刻為他預備 因為他的血型很特別 是很難有人給他血的 他是負AB型 沒有人能夠有這種血 但神就供應一個人 來到剛剛有這個血型 供應他的血 以致他能夠出生 神就告訴他 我多次幫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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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聽完之後 他覺得很感動 神就開始帶領他的生命 譬如他試過一次開車 走一個道路 神說你轉回頭 他真的聽話 轉回頭 然後他就說 你見到這個女人 你走過去幫他 他迷到他身上唯一的二十元美金 他就把他送給這個女人 那個女人很感動 在那裡哭 他說我剛剛沒有錢交電費 電費要停的了 電費要停的了 但你來到 居然走過來 三不識七把錢給我 神多次幫他使用他的生命 因為他自己看到 原來神怎麼幫我們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當一個人有需要的時候 你幫助他 是對他很大的幫助 很大的安慰鼓勵 你都告訴我 耶穌很愛你 我有耶穌 所以我很想讓你知道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神喜悅你 神就會凡事祝福你的 因為我在網上的影片 很多人回應我的 很多人找我的 經常有人找我的 很多人我都去幫 我幫的時候 心態只是我想祝福 只是想把神的愛帶給他們 我也知道神很喜悅 但我做的時候 我不是想著 神啊我又做到一件事 我只是想著 我看到人我就想幫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 時時祝福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賞賜就大 有必作至高者的兒子 因為神是恩代那忘恩和作惡的 神是一個祝福人的人 我們都學習彼此相愛和敬重 你們各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的丈夫 敬重尊敬她 不要隨意罵她 不要隨意罵她 愛和滿足對方 要使你的全員蒙福 要喜悅你幼年所取的妻 針言五章十八節 令她歡喜 愛其中的東西是令人歡喜 有些人沒有想到這件事 想著愛就是傳呼音 愛不只是傳呼音 傳呼音是其中一樣 我們令她開心令她舒服 令她覺得被愛被體重 這也是我們基督徒應該學習的 這就是預備我們處理生命 還有明白就是 事情比較重要 我和她的關係建立 是比較洗碗乾不乾淨 她洗碗不乾淨我們便洗了 但是告訴她時不用罵 那些碗我和你洗 下一次可以留意一點 總之用溫和的方法 而五個愛的語言 更多的用專注時刻 即是陪伴 放下手機 不看電視和她聊天 愛的言語 欣賞關心愛 祝福她幫助她 愛的禮物 有時有些小禮物 她喜歡吃的東西 在街上買回來送給她 想她開心 你亦都送的時候 你說我想你開心 所以我買給你 加上這句是很多的 我知道你喜歡 所以我特意做給你的 譬如你煮菜 我知道你喜歡吃這種菜 所以我特意煮給你吃 服務性的行動 為她服務 不過很多太太說 她說我以為 撿好床 洗好衣服 弄得很乾淨 她就會覺得我服務她 很開心 不過有些丈夫沒有留意到 她看到的東西 跟女性看起來不同 她不知道 她知道的 有時我們都會告訴她 可以讓她知道 但不要讓她內疚感 不用讓她內疚感 這件衣服 我知道你喜歡 我洗得很乾淨 弄得很乾淨 讓你穿 覺得舒不舒服 傳遞 我想做這些家務的時候 我撿床撿得這麼漂亮 想你舒服 你覺不覺得舒服 但不要讓她內疚感 不是說 我做這麼多你都看不到 這就讓她內疚感 身體接觸 是不是結婚很多年 已經不再擁抱 已經覺得好像以前的 不是現在 甚至跟小朋友一樣 多些身體接觸 她覺得被愛 被關心 小朋友是需要身體接觸 來表達愛的 如果家庭真的有很多問題 如果雙方都願意接受輔導 我們樂意去輔導 和引導去解決問題 如果你的家庭裏面有這個問題 如果雙方願意 如果雙方不是雙方願意 怎麼做呢 一方面就是你願意 對方不願意的時候 有些什麼可以做 下面有做 首先 自己接受心靈醫治 我們自己接受耶穌的醫治安慰 當你有需要你告訴我 我們都可以幫你做心靈的醫治 為什麼在耶穌面前得到安慰 處理生命 輔導幫你放手 然後親近神得力 這件事我做了很多 心靈醫治的討過 我將來都可以幫助 這裡的弟兄姐妹學習 怎樣去幫人 帶來心靈的醫治 第二 就是 心靈醫治的時候 得到耶穌的安慰 第三 那個人便就平安輕鬆… 哈利利亞 當你得到醫治 你說… 神在愛我 世archно不愛我 又不要緊 他 зна亦都知道 totally 祂存在 所以他不會對我好的 所以 有耶穌愛我 便平安輕鬆了 我做τι detail 也為難受 這一點很重要 非常易對說 一些興奮得性的 討 прик 백신度標質ment 原來很難 要完美快 trucs 可分 而她不是要ist 完美 ön Bayern很難 當他們做任何事情 就算給他一杯ному水 给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神都喜悦 这一点是圣经说了 为什么耶稣特意要说一杯粮水呢 就是说 这么容易做 我都喜欢 所以我们就可以轻松了 我今天真的有令到我家人开心点 我真的做了些事 我说些话令他开心点 耶稣就欢喜了 这种心很重要 因为家人未必会欣赏你 你做了很多 他未必会说 但你自己欣赏自己 耶稣会欣赏我 我也欣赏我自己 我今天有洗碗 煮饭给他吃 我又跟他说话温和 神就很喜欢我 这不是骄傲 这是按照圣经去欣赏我们为主耶稣而做的任何小事 那人就轻松了 我有做到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然后用平安和爱对家人 这是很重要的 平安的心 对丈夫 妻子 或者是子女都是一样 越猛 其实越猛就越相反效果 越平安 有爱心 效果越好 慢慢影响人 记得一样东西 多个人在这个情况 你想去这儿呢 他不会沉一身上去的 他进步少少 你就欢喜了 他进步一点点 你就赞他 你今天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回应我说的话 我很开心 你今天 留心听我说的话 我很开心 他下次更有动力 人是很有趣的 你告诉他 我看到你回来很开心 笑 我都很开心 他就会 知道原来我笑 你会这么开心的 我们说任何欣赏的笑话 是更多人喜欢的 他更加有动力 慢慢影响他 不是逼他改变 逼他改变一定不会有好的后果 然后某程度需要放下对家人的期望 什么意思呢 他整天都骂人 你期望他不骂人 你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他稍微进步 你就已经开心了 他不会沉一身不骂人的 他有一点进步 你现在这段时间平安了很多 安静了很多 非常好 你个人轻松了很多 然后求神给智慧去帮人 我们想改变人 我先说 第一 自己不被改变 不是 意思是说错了 自己不被影响 自己放手 从主得力 不让他的伤害说话影响 用爱心对他 然后怎样影响他 这个是需要智慧 没有一个规定的方式 但用爱心 引导他 应该我会说引导他 就是有机会 他会改变的 如果要改变人 效果低的是什么呢 指责控诉 不好的态度 不理会对方的感觉 只是说自己想说的 太多指示 这些是效果很低 但多数人都是 99%的时间都用这些方法的 更有效是什么呢 聆听他 就算他有点开心 你今天很开心 你告诉我什么开心 有什么事这么开心 他有开心 你立刻为他开心 他会觉得很特别 你听我说话今天 然后呢 他有不开心 我们都会接受 就不是说 很多人一听他不开心 你不要理人 虽然这句是对的 不过他听上来不对听 我们反而就说 我不用奏那个人 譬如今天有人骂他 他不开心 我们不用 说那个人不好 我只是说 我知道你被人骂完 很不开心 我只是知道你的不开心 接受你的不开心 我不用批判那个人 我知道你今天不开心 你就是回应他的负面的感觉 关心他的感受 譬如有开心有不开心 他有些事情想做 有些事情不想做 你就知道了 回应他 和关心他的困难 他觉得很难 你就记实那件事 你让他说 我都关心你那种困难 你觉得很难做的 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东西 这件事很多人很难的 譬如说 譬如庄宗的太太 你觉得自己暗沉 觉得应该 因为他不听话 那就暗沉 你用他的角度看 你觉得我很暗沉 你说出来 我都知道有时我是暗沉一点的 可能你觉得我很烦的 对不起 我令你觉得很烦 可能你很不服气 他明明错 我烦多他 说多几次应该是对的 但我们知道从他的角度看 他觉得很烦 所以我们要认错 和自己处理 从他的角度去想 他的困难 引导对方去分析 这是引导 这两步 为什么我们会有困难呢 我们怎样可以更加好的沟通呢 我们怎样可以进步呢 这个是引导 然后引导对方去解决 这两步是很难的 我们在我们的训练 我们完了崇拜训练 不过因为现在疫情 我们暂时又没有 但是我们就会训练 怎样去引导对方去解决问题 这个不是容易的 好了 下面这里有再讲一些 首先 左手边的经文 针言十五章一节 回答柔和使路消退 首先就是柔和 令到人的怒气更加容易消退 大家看看这里的图 这个男人似乎不开心 但是这个女人在 跟他 掃一下他 又说一些 温和的说话 这样的时候去帮他的情绪 他没有那么强烈 针言二五章十五节 行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能截断骨头 原来忍耐可以劝动一个人改变 柔和的舌头能够截断很硬的 很硬的人都能够将他改变 好了 帮人改变是需要爱心和智慧 这里就讲到改变人 首先是对他的爱心和接立 虽然他好不好 例如小朋友他经常打机 是明明好不好的 但是我依然接纳他爱他作为一个小孩子 丈夫明明有很多责任没有做 我依然爱他接纳他 因为不爱他 一定不会改变的 第二 帮他对我们自己有安全感和信任 就算他做错事 我们不会骂到他一样 他有什么不好 我不会弄到他很不舒服 总是接纳 总是爱 你说真的很难做 耶稣正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耶稣能够改变人 为什么很多人经历耶稣 他们会很大改变 因为他发觉他自己很差很差的时候 神依然是爱他和接纳他的 那我们就求主帮我们 去接纳他祝福他 然后第三 就不要控诉或者惹怒他 下面就引导他 做什么 引导他知道有什么问题 首先他要知道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要自慰的 譬如说 小朋友考试 你觉得这次考试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觉得你现在成绩是怎么样 就不是骂他 问他 或者丈夫你觉得我们现在 家庭关系怎么样 我和你关系怎么样 帮他引导他 接着呢 引导他看到解决问题的好处 如果 我们的子女听说是不是更加好 如果我们两个沟通更加合拍 是不是更加好 如果我们两个能够开开心心一起去玩 是不是更加好 就是让他看到一个图画 我们关系改善是不是多好 引导他思想如何解决问题 那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进步呢 怎样可以进步呢 会不会这个方法有进步有空间呢 有时 报纸啊 网上看到一些文章 讲到有这些方法 那你就不要 就是好像 你学一下 不是 而是说 我看到觉得挺好啊 你看一下好不好啊 就是 自己先 我觉得好啊 我不得帮助啊 那 引导他怎么解决呢 由引导他有行动 开始行动 不如我们试下 多一些 沟通啊 我愿意听你说话 你说话给我听 我很开心的 这样 那我们家庭关系就会改变的了 那我希望大家 尝试向着这些 一步一步 逐步引导 这四个引导大家看一下 看到个什么问题 看到解决问题有什么好处 怎样行动 和开始行动 这四步来到去 一步步呢 找到方法 然后再说一下 小孩子 现在青少年面对很多挑战 游戏机 青春反叛旗 社会风气 社交平台的影响 那些whatsapp 其他 很多不同其他 蓬佩的影响 都是影响着他的生命的 他受很多很多这些负面的影响 首先建立感情先 不是改变他先 建立感情先 他未改变有感情也有改 没有感情不能改 有陪伴和活动的时间 将这些东西放为我们生命的部分 跟他陪伴 去吃饭 去逛逛 去玩一下 小孩子的时候 他玩的时间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玩的他觉得 是被爱的 聆听他们的感觉和需要 当他有什么要讲的时候 当他讲任何的困难 他就打开心门 当他打开心门的时候 不要说 我说了你 叫你不要这样做 他立即知道下次我不要讲给你听 我讲真给你听 又给你教训一段 我们听到他讲 我们就 你 当然不开心了 有这个问题 用他的角度 我知道你不开心 有件事发生不开心 感受他们的感觉 和他们一起 欢乐和忧伤 他开心 我为你开心 开心 他不开心 我们也感受他的不开心 圣经讲到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他开心 我们一起开心 你和家人会不会这样 这两个图 两位聊天 很开心地笑 和小孩玩得很开心 这都是建立关系的 这个经文我再详细去讲到 怎样去做出来 与喜乐的人同乐 安屋的人同哭 就是感受他的感受 好像自己经历一样 他给老师骂 你当你给老师骂 他有什么做错 你当你自己做错 当是你的 当他有什么不开心 失败的时候 他考试不好 就不是用父母的角度 说你不读书 你不读书当然是考试不好 而是当你考得不好的时候 你会不开心 那你就表达 我是你 我都会不开心 但不要用一种 我是你 当然是不开心 那种语气就不同了 而是我知道 考得不好 你都很不开心 人说他开心的事 我就为他欢喜 人说不开心的事 就像我自己经历不开心 你被人骂 朋友不要你 当然是不开心 我说出对方的感受 我知道你当然很不开心 你当然有点生气 有点生气 不代表我们鼓励他继续生气 我知道你有这个感觉 而且 说出另一个层次是什么 是感受到 因为你这样的经历 我感受到你很不开心 或者甚至我和你的感觉 我都会觉得 很受伤 当你受人伤害 我都很受伤 你感受到三个层次 第一讲得出 第二 我能够 第一就是能够讲得出他的感受 第二就是 我们本身都感受到那种感觉 跟他一起受伤 第二就是人就会觉得被认同 他觉得 我们就认同他的感受 他觉得会很舒服 用与子女沟通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圣经讲到 真言二十二章六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 当行的道 就是道路也不偏离 不过怎样教法 首先就是对他有爱心和接纳 首先有爱心 没有爱心 他说什么都不听 关心他 喜欢他 欢喜他 我记得那时候 我在神学院 探了一个 神学生 和他太太 他 他没有自己的子女 他收养了小朋友 我和他吃完饭 聊聊聊时 接着他 开始抱着一个 就是这些 几岁大的小朋友 他说 Let me love him for a while 抱着他一路跟我聊 一路 一路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 我呀 他那样 他就会每天 找个时间 Let me love my child now 我觉得很特别 让那个小朋友 从小到大 对他有一种安全感 舒服的感觉 长大也是 跟他一起有些时间 是令他觉得舒服的 那我们 又想想爱人 就是令他觉得舒服 有没有这样做呢 就不去控诉 或者惹怒他 然后欣赏他任何的强项 有什么好处 然后下面就引导 引导他 珍惜自己 你很宝贵 你很聪明的 你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你一直被神使用的 然后引导他明白 和经历神的作为 就是 神很爱你的 你可以经历耶稣的 好像我为大家祈祷 你才学习 你都这样和他祈祷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我一直 跟他说 耶稣在爱你 耶稣跟我一起 你唱不了 你就播诗歌 耶稣在爱你 我一直感谢耶稣 引导他经历 神的造工 让他经历到 神带来的平安 然后引导他对于人生 和学业 有盼望 你想将来能够祝福到人 你看这个人 你看他帮到多少人 你想想 他本身喜欢 小朋友 他特别有些人喜欢的 有些人喜欢某一样东西 你就在各方面鼓励他发挥 你看你多聪明 你将来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人 总是让他 引导他 就不是 你如果将来要做医生 你又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样 你这样就做不到医生 这个是负面的 总是讲正面的 讲多些恩典的说话 我关心你 你是宝贵的 我欣赏你 我关心你 你有很多长处 你做了美好的事 神会使用你的 我又珍惜你 你又有心帮人 非常好了 而 律法试下 我们都可以用引导的方法 探讨和引导 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觉得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改善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引导 怎么可以改善 你想不想我们有更好的沟通 需要 教导都可以这样 我们怎么沟通更好呢 这个引导思想 怎么改善 就不是 反复思想负面 会不会更好 就是我们不是常常 猛想负面的东西 是不是会好些 我们想多些正面 是不是会好些 这个是教导来的 不过用一个 新闻的方法 吩咐 用柔和的方法 这麽多样都可以有柔和和 刚硬的 这个柔和就是 你帮我洗碗好不好 我一起清洁好不好 我很开心看到你一起做 又指责 有时都要指责 不过用的方法就是 你这样迟到你估带给 人有什麽后果 带给我有什麽后果 你觉得你这麽说话 会带给人什麽感觉 用一个引导的方法 就不是去 骂他的方法 这个是需要 训练的 希望大家尝试去用 引导的方法 亦都是遥述 有些人一世都记得 你结婚的时候做了些什麽 你那时做了些什麽 永远都 永远都遥述不了 不遥述是帮不了人的 今天所说的总括来说就是说首先 我们接受人的罪性 亦都珍惜家庭 我们知道 家庭的关系 婚姻关系 或者就算 如果你没有结婚的 你和你的同事 你和你的弟兄姊妹的关系 是非常宝贵的 任何关系 都有一段时间建立 不是随时可以建立的 不是随时可以来 不是随时可以找回一个人 不是随时可以補回那个人的 所以我们珍惜有的关系 首先不让他影响 而是 对他好 慢慢 影响他 和引导他改变 引导他改变 这是困难的 他未改 不要失望 即是期望降低一些 他预料是这样的 他改了一点 感谢神 很开心 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的关系可以很大改变 我曾经去非洲宣教的时候 有牧师跟我说 也有太太 牧师太太跟我说 她自从你听到你的道 她跟着跟我的关系好很多 牧师也说 昨晚你跟我说完 我立即回去跟她道歉 跟她说好的话 我们今天的关系立即改善 也有太太跟我说 她说 以前我的丈夫真是 很多问题 但现在她一直处理 我很感谢主 当人刻意地 处理问题 是一定改善到的 我希望大家有深信 耶稣是帮助我们的 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主爱永难忘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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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爱无尽多 我一生都有 民和利地并争散 平 为了预护 而抛弃在我主家内 共同坐姿体 朋友间愿伤爱永无仇 为愿大家坚并且 守幻守不退后 同污面要奋斗 用爱心宽恕 效法主相敬众恩怒 作主供灵内共掌进 乐悠悠 主的爱无尽多 我一生都有明和理 并争斗愿望能血而抛弃 在我主家内 共同坐姿体 朋友间愿伤爱永无仇 为愿大家坚并且 守幻守不退后 同污面要奋斗 用爱心宽恕 效法主相敬众恩怒 作主供灵内共掌进 乐悠悠 主耶稣帮助我们 耶稣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放下我们所有的冤屈 所有因为家人有的冤屈 这一会儿你交给耶稣 主耶稣求你释放我心灵 释放我里面所有的不开心 我受的伤害 求耶稣医好我先 四方我的灵 四方我的灵 是我能静摆灵 四方我的灵 Edit Last Salt 把重担写下 是我能到四方 四方我们来 来敬拜祢 试试你把你的重担放下 四方我们来 是我能敬拜祢 四方我们来 是我能敬拜祢 一重担写下 是我能到四方 四方我们来 来敬拜祢 祢把重担放下 主耶稣 谢谢祢 让耶稣的爱 医治我们 让我们将耶稣的爱 带给人 主耶稣 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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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联告送我 主耶稣 把爱放在我们的心中 只要爱能够医治 只要耶稣才有爱 世人的爱都是跟耶稣而来的 求主帮助我们放下烦恼 放下重担 放下不开心 愿意用爱对待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有爱我们就能得成 有爱我们就能改变家庭 就算改了一点 我们都欢喜快乐 的那么多改变 立即欢喜快乐 有的那么多改善 我们立即欢喜快乐 我们今天回家 试试和家人 讲一些好的东西 做一些好的东西 有没有少少开心 都有改变 多谢耶稣 靠主耶稣同在 加力量给我们 Hallelujah 来到奉主耶稣的圣明 阿们 有谁愿意今天回家 对家人做一些好的东西 令他开心一点 有谁想的 你自己得福 你对他好 你得福 好 主祝福大家 记得回去做 计划了才去做 祈祷求神教我怎么去做 好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全民谈疏 也不可以 面语 有请分山